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赛尽在云通 亲爱的全国同学们 欢迎收看今天的金钱到 上涨了44点 那这代表之前 我们来看到这个空方的疑虑 已经完全退散 那不过现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重点 对不对 我们到市场上现在 谈的这个我们讲媒体 分成好几种 像你们做股票的一定看很多东西 头顾老师的节目 财经的新闻 那有一些财经的新闻性的节目 访谈的节目 或者是说网路 line流传的东西 那么还包括网报 早报 杂志 这些就是说你普遍在接触的 这个新闻圈子的这些东西 那最近就是开始有一个现象 台湾开始流行一种东西叫玄学 什么叫玄学 研究财经 但是不研究操作 那讲一些玄学的东西 比方说讲TPP 讲TPP 新闻的RCEP怎么办 那么讲什么呢 讲这个夜轮 讲12月会不会升息 讲这个复兴航空 就是说讲一些很大的题目 那当然对于这个操作的 对投资人的这个整体的财经的素养 生活的水平是有帮助啊 那对操作有没有帮助 没有 讲真的没有 像你今天 今年嘛 我们只要讲 你如果准确的猜到英国的脱欧会 脱欧成功 没有帮助啊 你当天不买 你也是被嘎空啊 对不对 那准确的预测到川普会当选 这支最大黑天鹅没有帮助啊 你反而是反效果啊 你被嘎了啊 你做空了输嘛 对不对 就今年来讲讲议题的其实是惨败 可是大家喜欢讲议题 不喜欢操作 为什么 因为今年没有实力的人赚不到钱啊 今年纯粹就靠什么 选股跟价位 同一档股票买点不同 你比我举例来讲 昨天买百言的人是大赚 但是你如果年初买百言你大赔啊 同一档股票哦 你高档追得死嘛 低档买的人反而是赚啊 对不对 所以同一档股票 我们讲今年的输赢是在什么地方 选股跟选股之间做胜负 那股票选出来以后 你还得看价位 所以今年的输赢 我们可以这样讲 甚至于未来的三到五年内 投资做股票的输赢 完全是在实战操作 分析已经没有用 分析事件分析解读国际财经 已经完全没有用 就是说就算你领先之道 也没有用 因为你 你没有办法去判断说 市场上对这个事件的反应是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热钱行情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看到今天涨44点 那我今天问各位一个非常 非常直接的问题 你今天做股票有没有赚钱 如果没有的话两种可能 对不对 一个叫做什么 没下单 那另外一个叫做什么 有下单你买错股票 再来呢 你做空被嘎了嘛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架构当中 我们讲做股票的这个环节里面 谁是赢家 你一定是有赚钱的人是赢家嘛 不是谁解盘比较有道理是赢家 我跟讲解盘跟 我跟讲那是没有用的 股票市场当中就只有输跟赢而已 你再怎么会讲 对不对 你再怎么会表达你的专业 你再怎么会看外资的多空 甚至于你有内线 都没有用 现在内线也没有稳赢的 我讲实在的 给你你也不见得敢做 老师有啊 这个我如果当时就这个提早卖附近航空就好了 那种都废话啦 真的啦 我不骗你啦 很多事情大家在那边乱传啊 对不对 上个礼拜不是也有人在传那个吗 那个什么 润泰拳 对不对 结果后来人家阿里巴巴说 他跨入实体东路 跟润泰拳也没关系啊 可是润泰拳还是照长啊 为什么 因为阿里巴巴买的那家公司 是另外一家超市 但是我们这边也沾光 因为大家认为说 那表示说这个中国的通路 这个它的价值是起来的 虚拟的这些新经济 他也想要跨入什么 想要跨入这个通路这一块 对不对 那结果呢 他还是长了 那是不是这个市场上外传的 那个阿里巴巴怎么样 实际上也没有啊 从头到尾 你没看到那个润泰拳三个字啊 但润泰拳还是长啊 所以其实我们讲就是说 底部起涨 价格它就是反映 一个所有讯息当中解读之后的结果 那比起你在传那些所谓的内涵 那个内容的本身还要重要 因为你实际上操作 你就是买跟卖 你买在低的价格 出在高的价格 你才会赢嘛 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个 上涨44点 不要去管那些传言 对不对 上个礼拜人家一大堆乱传 什么润泰拳怎样 事后证明 根本就也不重要啊 那我昨天跟各位预告两件事嘛 对不对 市场上两件事嘛 第一个是父亲航空停飞 再来是郁金光跳空 这两件事是大事 但是呢 大部分的人呢 不会认为郁金光涨停很了不起 因为很多的老师会 反而会这样告诉你 就是说 那种股票涨停都是骗人 那为什么人家会有种感觉呢 因为他做不到这件事情 就是一个人你做不到某一件事的时候 你就会以为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人是骗人的嘛 对不对 那或者说另外一种逻辑是 那别人做得到我做不到 我就要抹黑他 对不对 所以其实这段时间以来 你们大家都知道 台湾第一名的股票是谁 郁金光啊 那你们也知道是谁买的 我们嘛 金钱到蔡振华 你问全台湾 台北台中高雄新竹嘉义 一路往南 我告诉你 大家都知道 这一波第一名就是蔡振华 金钱到郁金光 而且我们是公开出来跟你讲 我们还不是假的哦 是真的有发那个讯息出去 我们家族的朋友是收得到的 真的是买得到的那个价格哦 然后我买完了以后呢 我当天在 我在礼拜四的盘后 先跟你预告我礼拜五要买 礼拜五买了以后 我在礼拜五下午的节目 我还再一次秀给你看 我们就是郁金光 你下个礼拜一来跟你都买得到 对不对 全市场就 大家都看在眼里 那为什么我们会成功 为什么人家会嫉妒我们 对不对 人不召忌是庸才 这我习惯 人不召忌是庸才 因为我们时常当市场上的冠军 所以一定会就有些做不到的人 会来污蔑我们 但是我要讲一个重点就是说 在大家污蔑我们的同时 在大家忙着讲附近航空的同时 你有没有保持一颗冷静的头脑 对不对 你是跟着人家人云亦云 还是你后悔自己没有赚到八十万 如果你是属于第二种 我跟你讲你有救了 因为我昨天说过了 想买郁金光第二的 请注意我们的节目 我昨天是根本就放水 谁都知道我们在讲的那张股票是郁金光 那今天我们来看到 杀下来这么多反弹已经超过一半了 我昨天已经公开预告了 郁金光会掀起底部起长的大作战 因为郁金光掀起第一枪 必有下一档第二档第三档一路接下去 那同样的我也跟各位预告 会有一群无聊的人 继续在跟你分析那个复兴航空 所以看今天所有的财经节目 对不对 地场很简单 能够买得到对的股票 能够赚得到钱的就继续赚了 那赚不到钱的人就开始跟你讲复兴航空啊 今天研究功课很简单 我昨天说过了 把跌最深跌最重跌到家破什么股票就列出来 全部跌深大反弹 我跟各位讲啊 因为一百万去买一百块的股票 跌到二十赔八十万对不对 可是呢如果另外一个人在这个时候去买你二十块的股票 只要反弹到四十不用反弹到一百哦 他就可以整整赚进一百万 这就是数学的魔术啊 你往下跌会越跌越慢 但是你底部弹上来呢 是越弹越快 因为买点变低了你更容易赚到二十万 这是你的大好时机啊 所以跌深下来的股票掌握发大财的好机会 从十一月底到十二月到今年这个除夕 我们看到这个是你这一次最好的机会 因为现在股票都跌很深 都已经到低档去了嘛 这里我用寻止说个一句话 来跟各位表达我的立场 不闻不若闻之啊 你如果没听过不如你听过 听过又不如你见过 实际见到效果 对不对 见过又不如你真的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 就好像是说你没听过 那你就这个注意人家以而传而啊 但是呢你听过的话 比方说你听过郁金光 还不如你实际上看到我们金钱到 真的下去买真的下去做 你看到我们又不如我们知道说 为什么要买郁金光 哦原来是因为要买底部起涨 你孜孜若不如行之啊 又不如你真的去买到 假设你赚到一百万你这辈子都会记得嘛 你在那边学都不重要啊 所以一个人的学习态度 是以身体力行为先 那如果说投资朋友们觉得这个太艰涩 我就翻译成现在的白话文给各位听了 说穿就是一句话 会唬烂不如会操作啊 你会解盘有什么用 会唬烂不如实际来操作啊 古代人就知道啦 你说新行 昨天有人花了一整个晚上的时间 去研究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研究银行团该怎么办 研究未来台湾何去何从 研究这个有没有内线交易 研究这个研究那个 花了一整个晚上的时间 然后呢今天怎么样 跟大家聊天 有用吗 我们怎么样 花了一整个晚上的时间 找一档底部起涨的股票 今天所有跟我们买到神准的朋友 你不觉得你自己非常的骄傲吗 你一买就涨上去 是不是完完全全 就跟我们昨天讲的一样 它跌这么深了 它跌这么深了 再讲一次它跌这么深了 再讲一次它跌这么深了 从当时200多 整整打的对折 在这个地方今天还不知道要买 那我该怎么办呢 随便一买就涨停 帮自己鼓个涨 好棒 真的 昨天打电话来的朋友 你们真的好棒 真的就是这样啊 所以哪一种老师是你该去 认真的去跟随的 答案一目了然 这一次我们来看到郁金光 我说他会带起底部起涨的蜂巢 王妈问我 这是神机吗 我跟各位讲过啊 那不是王妈的问题啊 这个不是我们的问题 也不是神机啊 是王妈妈她自己努力得来的啊 对不对 因为看到我们的节目的人非常多啊 何其多几十万人啊 那真正有下去做的 那有几位呢 有买的当然都是赢家嘛 那郁金光说 我们开始怎么样赚钱的机会 那当然就富贵有你不由天啊 富贵有你不由天啊 同样得到讯息的人何其多 几十万人啊 但是真正发财的人呢 就我们认识那几个 对不对 因为那几个真的有下去买 真的有下去报 真的有下去重压 所以当他200万的资金进去的时候 一根10%就是20万 两根10%40万 三根10%60万 金银财宝在眼前 有买有赚 没买没赚 答案就是这样啊 对不对 所以每天都要看金钱道 为什么要去看那些垃圾财经节目呢 今天再拉一根涨停 真的是不得了 第一名老师才会有第一名的股票 我的天啊 王妈真的是 我们这一波好多的玉金光 真的撞翻了 你要去声援人家附近航空的员工 你先帮自己赚个100万再去嘛 你也比较有本去帮助人家啊 对不对 我都跟那些有赚到玉金光的朋友讲 你们真的要去做一些好事 因为市场上很多人 根本股票赚不到钱 很可怜 真的很可怜啊 现在的投资人很多啊 满富金轮 你问他股票他什么都懂 Apple也懂 鸿海也懂 Samsung也懂 我连总金都懂 GDP也懂 美元也懂 利率也懂 我的天啊 现在投资人是好厉害 真的好厉害 什么都懂 你问他这个礼拜赚多少钱 不好意思没有 还赔钱 那怎么叫厉害 光出一张嘴啊 为什么 媒体教你们的嘛 会唬烂有什么用 对不对 整天解盘 讲国际财经大事 你为什么不想想看自己 为什么当时没有买到玉金光 你当时如果有买到 你口袋现在搞不好一百万 一百万 兄弟 这个玉金光你要抱不住 我还真佩服你 你想抱不住都很难呢 他直接跟你跳空 你要怎么抱不住 你告诉我 这个 不是长红就跳空 连洗都没洗 就让你一直往上走 你要怎么抱不住 我问你 真的啊 林董跟我讲说 诶 蔡老师啊 我玉金光会不会被洗掉 我问你一件事情 郁金光从涨到现在有洗过吗 完全没有洗过 你怎么会洗 你会不会洗掉 吼 老师难怪这次我这么好抱 奇怪呢 股票怎么都没有涨多震荡 在底部震荡什么啊 你从低档下 你股票跌了三年了 从底下刚刚涨三千 你震荡什么 你说股票涨三倍 涨五倍 涨十倍 涨了二十倍震荡 我可以理解 你股票跌三年了 才涨三跟你震荡什么 拜托 林董啊 你就帮你儿子叔叔钞票就好了 好感动 对不对 林董说 老师啊 这个 如果能够让我时光回到 上个礼拜五 我愿意花一亿的这个成本 只要让我回到礼拜五 只要三分钟 我一定把我所有的身家 拿去梭哈玉金光 对啊 那你就知道 我们的了不起之处在哪里 因为我们非常的清楚 我们的脑袋是非常清楚的 人在股票市场 只有一件事重要 就是操作 绝对不是解牌 不是学财经 不是 那都是空的 那就跟什么你知道吗 那以前那什么竹林七弦 魏晋南北朝的时候 玄学 你知道啊 每个人都学那种玄学 我跟你讲 我会看外资借卷哦 我会看外资的多空单哦 卖权买权比 扑扣 ratio 决定方向 我小心这个台币今天涨还是深 就都讲这种 拉哩不扎 听起来都哇 好厉害 做起来跟废物一样 不是跟废物一样 跟狗屎一样啊 你怎么没有欲晋光 你告诉我 你没有去悬谷啊 你都讲那种空谈玄学 大盘 财经 川普 叶伦 搞得每个人都哇 这个上天下地 无所不知 一毛钱都赚不到 很可怜 现在投资的人都很可怜 被媒体耍得团团转 每天都看电视盯着不敢 眼睛都不敢离开 哇 这几个来宾都好厉害 教我一些玄学 那那有什么用 来跟我们 来跟我们当时买到 玉晋光当时那一天比 对不对 我今天讲二话不说嘛 只有一档算运气 我昨天已经摆明跟你讲 我要买底部期涨 这省准你自己去看 今天一堆啊 一堆股票底部期涨 只要每周达到20万目标 就有一千万 我的目标非常明确 从来不改 从现在到封关 还有十个礼拜 你想要几个20万 哪一个老师能够带你做到 一定是会操作的老师啊 怎么可能是会唬烂的老师 对不对 要不然电视财经媒体上 那么多名嘴 整天上那些财经节目 对不对 哪一个带你买过好股票 没有嘛 出一张嘴跟你讲全学啊 所以今天我们来鼓励所有的观众 权力是属于你自己 现在股票在底部 你要不要买 12月只要上去 底部低点就不在了 我给各位最大的优惠 因为我想要帮助你 所有来电的朋友 我说过了 郑华帮你出一半 为什么这么够意思 原因很简单 现在在底部的股票还很多 底部股票越来越少 我就算想帮你 我也帮不了了 帮帮你自己吧 我们先进一段恐告 好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上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请上台湾抗震网 igil 大华国际投资 2362 8000 古ASつ 大华国际头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任何的讨论跟学习都是为了要下决定 什么叫决定呢 如果你的讨论没有做出该在什么时间买进哪一档股票 或买进几张或放空几张的讨论 实际上的一个决定 你的讨论都没有意义 就像有的人他会花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 把整个复兴航空的事情搞得巨细迷移 你今天也没有赚到钱 但是当时 礼拜一去追神盾的人就赚到了 为什么 他决定 一神盾二价位三张数 第四个实际上去行动 他就赢了 对不对 神盾为什么这一次上去以后有梗 我来跟各位解几个道理 第一个你看他上半年 负1.27赔钱的 可是第三季是不是赔的变少 赔不到一块 那解释代表什么 你用数学稍微算一下就知道 表示Q3是赚的 第三季单季是赚的 而来赔钱的公司 第三季单季便赚钱 可是他十月营收爆炸 远高于七八九 那七八九是Q3 如果十月Q4再爆炸 这家公司今年有没有机会转亏为盈 那个机会是存在的 因为你用数学的观点去算一下 对不对 有那个可能性 所以大家就开始在讲说 神盾这家公司 反而仲家研究机构这么看好 终于等到 他是不是有机会赚钱 那他的股价就上来了 大家在等他的财报 所以这后续怎么发展 数字继续上去 股价越盘越高 那万一数字不如预期呢 那你就一定就到受股价 一定遭受无情的打压 那我告诉各位就说 你要怎么去看 道理很简单 我说过了嘛 买这一根长红的人知道的 可能比你还多嘛 你就守他不要失守就好了 要不然他那天干嘛买 那我们来看到月峰 也像一样的道理 人家就摆明跟你讲我并了一家公司嘛 对不对 接下来我营收要挑战百亿啦 所以现在买进的人 他都在等你那个百亿出来啊 对不对 那没有出来之前呢 你说要他马上挂掉也不容易啊 为什么 因为人家已经挑明了跟你讲 从12月开始是1月慢慢慢慢数字就会出来 所以你买卖盘的 我讲就算你要卖那些最近的人 他一定会等12月看到 确定如果真的没有他才会卖嘛 要不然他干嘛在那边买 所以这就是股价的原理 股价是在反映未来要发生的一件事情 那现在你的问题出在哪里 你的问题出来说 这些股票你当时在最好的买点都错过了 所以你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你去买一支日后会涨 现在还没涨了 那不对了 底部进场就好了 整个问题都解决了嘛 现在挑战高点的股票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多了 股票低档都不多了 那我们讲说像百元低档刚转强第一根 星象刚转强第一根 后续要怎么样做 他才有机会上来 我举台胜科为例 当时台胜科第一段也没做到嘛 就像星象现在第一段也没做到一样嘛 如果像台胜科一样有拉回的机会 我们的慢动作 当时是不是像戴克会做的 拉回接嘛 然后呢 今天创新高啊 就你没有做到这一段 拉回做这一段嘛 创高啊 这就是股票永远不变的一个原则 对不对 强势股拉回 低档进场 真的很多啦 你看GIS就是啊 GIS今天为什么拉起来 这标准的低档啊 而且爆一根量 底部带大量 有没有 逻辑都是一样 所以现在开始有非常多的股票 从底部起涨大作战 所有来电的朋友 我帮你出一半 那么现在是为什么好机会 因为投资朋友要想想看 很多股票11月跌下来 现在都在底部 是你的大好机会 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所以明天我带你进场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账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大华国际投资 二 三 六 二 八 零 零 零 大华国际投资 大华国际投资 二 三 六 二 八 零 零 零 大华国际投资 北都PiPiNet超值优惠双响炮 新世代光纤标网加数位有限电视 平均月付最低只要399.3元 为月补偿最高2000元 限时加码再送首月免费 149台全数位频道 68台HD高画质频道 搭配新世代光纤标网 限时加码再送首月免费 第二到四个月搭配30枚 最低每月只要399.3元 第五个月起 数位有限电视搭配30枚 每月只要690 搭配70枚 每月只要790 搭配120枚 每月只要890 多人多机同步无线上网 全家吃大宝 免装机费设定费保证金 再送WiFi分享器